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条重要的新闻 首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严口费案件中 被裁定34项个罪名全部成立 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因刑事指控被定罪的美国前总统 这个案件涉及到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支付封口费的丑闻 审讯历史一个多月,特朗普面临最高四年的监禁 接下来,我们来看国际动态 斯洛文尼亚政府决定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 这一决定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但得到了巴勒斯坦的高度赞赏和欢迎 斯洛文尼亚的这一举动可能会对中东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亚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 重申了对中东和平的坚定支持 并宣布将在前期一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上 再提供五亿元人民币援助 以支持加沙地区的重建和人道主义危机的环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美国纽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 前总统特朗普在严口非议案中被控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 这一判决使特朗普成为首位因刑事指控被定罪的美国前总统 这一案件涉及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 通过其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向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 一案,盖两人关系的事实 特朗普坚决否认与丹尼尔斯油然,并拒不认罪 东方日报指出,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陪审团经过逾一个月的审讯 最终裁定特朗普伪造商业记录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 特朗普因此成为首位因刑事指控而被定罪的美国前总统 根据法律,特朗普罪程后可能面临最高4年的监禁 案件的审讯过程充满戏剧性 特朗普的辩护团队多次试图推翻指控 但最终未能成功 乔报纽约讯报道 特朗普封口非案的陪审团在周四下午约5点作出裁决 34项刑事指控全部成立 现年77岁的特朗普被控伪造商业文件 以掩盖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 通过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支付13万美元 给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的行为 丹尼尔斯声称他与特朗普发生了性关系 但特朗普对此坚决否认 法官将在稍后作出量刑判决 特朗普面临缓刑或最够事件的监禁 香港电台报道 斯洛文尼亚总理哥洛布宣布 斯洛文尼亚政府决定承认 巴勒斯坦是独立和主权国家 这一决定将在未来几天内有国会表决 巴勒斯坦总统发言人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认为这一举动有助于挽救两国方案 并促进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稳定 与此同时 以色列外长卡茨则批评斯洛文尼亚的决定 称其是在奖励哈马斯的谋杀和性侵行为 巴勒斯坦方面则呼吁世界各国 效仿斯洛文尼亚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主权地位 美国之音中文网进一步报道 斯洛文尼亚总理哥洛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政府已经批准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动议 并呼吁释放人质 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敌对行动 尽管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强烈反对 这是在奖励哈马斯谋杀 但斯洛文尼亚政府在卢布尔亚纳的大楼上 升起了巴勒斯坦旗帜 与斯洛文尼亚和欧盟的国旗并列 斯洛文尼亚的这一举动 与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等国的步调一致 这些国家最近也正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尽管德国和美国认为 两国方案只能通过对话实现 但斯洛文尼亚将成为第十个 在欧盟内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 明报 在中阿尔佐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 中方对以巴冲突的坚定立场 呼吁战争不能再无限继续 正义不能永久缺席 他重申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巴勒斯坦国 并宣布中方将在前期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上 再提供5亿元人民币援助 支持缓解加杀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 此外 还将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南民救急和工程处提供300万美元捐款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应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共同应对动荡不安的世界 推动实现各自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 明报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 中方愿与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涵盖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现代农业和空间信息等领域 他宣布将共建十家联合实验室,欢迎阿拉伯国家在华发行熊猫债 并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 中方计划在2026年举办第二届中亚峰会 推动根据活力的创新驱动 更大规模的投资金融 更立体的能源合作 更平衡的经贸互惠和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 中亚双方将加强在人工智能、载人航天 北斗应用等领域的合作 设立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 并加快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明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一场募款活动中威胁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他会轰炸北京 对此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形容 特朗普的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 强调台湾问题不容美方指手画脚 并重申台独等于战争 吴谦表示 解放军有三个不相信 即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克服不了的困难 和战胜不了的敌人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 但一些交流活动仍在进行 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将迎来两只中国大熊猫 显示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 未受影响 中央社报道 在北约外长们齐聚据捷克布拉格开会之际 传出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将要求盟邦承诺 每年提供至少400亿欧元 约新台币1.4兆元 作为对乌克兰的军援资金 尽管史托腾伯格之前并未公开提出具体金额 但北约官员曾提到过 5年总额1000亿欧元 或每年200亿欧元的构想 由于美国前总统川普可能重返白宫 美国未来对乌克兰的支持充满不确定性 北约成员国外长将讨论更稳固 且长期的军援乌克兰方案 讨论的重点将放在敲定一套乌克兰支援方案的细节 这套方案计划在7月9号至11号 与北约华府峰会上通过 并将修改供应武器和弹药的方法 北约消息人士表示 我们最少需维持现有的支持程度 以满足乌克兰所需的可预测性 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盟邦每年提供的金额约为400亿欧元 网易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30日祝贺中国成功发射巴基斯坦多人母通信卫星 夏巴兹通过巴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此次多人母通信卫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彰显了巴中两国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 标志着巴基斯坦在太空与通信能力上的重大进步 展示了巴基斯坦的科技实力和国家的潜力与未来光明前景 夏巴兹表示 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推动了巴基斯坦的国家进步 利用技术造福渔民 此次发射的多人母通信卫星 拥有先进的通信技术 有望改变巴基斯坦当前的数字环境 为全国提供快速的互联网设施 改善人民生活 促进电子商务 网上政务及经济发展 夏巴兹还特别像包括科学家在内的 所有参与此次任务的人员 致以充心感谢 并期待巴基斯坦 在追求太空与通信技术领域的进步方面 取得更大成功 北京时间5月30日 20时12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成功将巴基斯坦多任务通信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时事经纬 2024年5月31亿 报道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 首先 香港高等法院在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中 判处14名泛民主派人士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 这一判决是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针对所谓异议分子的最大案件 标志着香港司法系统在政治高压下的进一步收紧 与此同时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5月24号 中国为扶持半导体产业设立的第三期大基金正式注册 募资规模超过前两期的总和 成为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半导体投资基金 然而有分析指出 这个巨额基金更像是习近平的政治项目 而非单纯的科技投资 此外 美国与中国的外交互动也在继续 坎贝尔与马曹旭的会谈 旨在防止两国冲突升级 这一系列事件 勾画出当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局势 展示了政治 经济和外交的多重交织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亦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